同学们好 接着我们来看本节的第八个考点 评价审计证据 评价审计证据是基于我们在前面已经是 我们这个是识别评估舞弊的手段 然后我就识别到财务报表层次 认定层次的舞弊风险 然后咱们应对评估的舞弊风险 对吧 查出了错报 这个错报是舞弊吗 我们要确定如果是舞弊 那么我就要重新评价前面的风险 是不是你评估低了 你的程序是不是少了 证据是不是少了 这是第一个啊 叫重新评价风险 第二个我前期获取的证据 比如说我已经获取到了这个书名声明 或者是有些证据 那我考虑还可靠吗 因为舞弊的背后是隐藏着什么 管理层可能不诚信了 那么我他提供给我的这些信息 可能就不可靠了 还有我还要考虑 哎呀根据我识别的舞弊 是懂兼高 是管理层凌驾的舞弊 那么带来的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 我还能审计吗 请注意啊 这不是对审计意见的影响 是对审计的影响 言外之意 我还能不能审 接着就有一个问题 自然就出来了 如果我评价审计证据是 懂兼高合谋的舞弊 那我可能无法审计了 所以我们说评价审计证据 当中第四个问题 就是评价舞弊 对审计的影响 对审计的影响 就是说我对还审不审 是这个意思 都是中国字 我们要把它的意思看懂 OK 从四个方面展开 先来看一个 我们如果识别出某项错报 我就要评价是错误还是舞弊 如果这个错报属于舞弊 或者存在舞弊的迹象 我就要进一步评价 这个错报对我的审计 其他方面的影响 比如说对管理层声明可不可靠 因为如果是舞弊 那就是故意的行为 那故意的行为 那管理层就是不诚信的 他提供给我的书名声明 他的可靠性就存在着 严重的疑虑了 当然这个错报 你说是舞弊还是错误呢 我还是要分析的 因为如果是舞弊 他就要涉及到舞弊的三因素 如果这个错报 我识别出来 但是他存在舞弊的动机 也有舞弊的机会 那我认为他就是舞弊 所以是舞弊还是错误 其实当然也是要评价的 好 如果识别出来这个错报 请注意 就是舞弊导致的 现在大家注意 这个错报是舞弊导致的 而且涉及到管理层 说明呢 不是员工 员工的舞弊 影响了某一个点 某一个认定 管理层的舞弊 就有广泛的影响 好 涉及到高级管理层 说明有广泛影响 好 那就可能你识别到 某一项错报是舞弊 但可能还有 你没有识别出来 所以接下来 这个话就是要背下来的 我应当评价 我应当重新评价 舞弊导致的重大错报风险的评估 这个我的程序够不够 我要修改 是不是 因为咱们在第一章第五节 讲过这个审计风险模型 Y等于X分之K K呢 是我要把风险 降到可及之后的第一水平 如果我识别出来 有管理层的舞弊 它有广泛的影响 这个我原来说评估的 在做计划的时候 我了解识别评估 我认为这个重大错报风险 X是低的 在X是低的情况下 我的检查风险Y是可以高的 那么可以高 我的程序是可以少的 我的证据是可以少的 现在我查出了舞弊 就对这个评估的重大错报风险 是较低的 这是一个否定 我重新评价的意思 就是否定了 这个评估的重大错报风险 是低的 那我就修改 那它有舞弊 就说明这个风险不是低 而是高 检查风险Y就必须低 那我的程序少是不够的 我要多 我的证据也要多 就是它的背后 就是这个风险模型 因为我改了 重大错报风险的评估 那么改的就是 程序的三个维度 限制时间范围 这里面就是 审计风险模型的一个分析 就是说它的道理 就是审计风险模型 它的依据就是 审计风险模型 好 这个道理要动 第二呢 如果说我识别到 某项错报是舞弊导致的 我就要重新考虑 之前我获取的 这个证据可靠吗 就是在我发现 这个舞弊之前的证据 可不可靠 如果说不可靠 大家注意 不可靠 那我接下来就考虑 后面我还要怎么来 获取审计证据 以及我还能不能审计 你看啊 评价 对审计的影响 的意思就是说 我可能不能审了 我可能要终止 我可能不出报告 我可能要命 我不要钱了 知道吗 我可能要终止这个业务了 我可能要解除 业务 约定了 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 我要考虑对审计的影响 就是说 我可能 要终止这个业务了 终止业务 为什么要终止 我要权衡了 我不要钱了 我要命 对不对 好 接下来 马上 第九个考点 就说 什么原因 导致你无法继续执行审计的呢 导致你的业务要终止了呢 导致你不要钱 要命了呢 这就是第九个考点 是自然就出来了 那么什么原因呢 哎呀 导致你继续执行审计业务 能力产生怀疑的呢 请注意 有三种原因 这三种原因 是要背的 好 这是第一个问题 那我采取什么措施呢 如果我要解除约定 我就 我还要怎么来 采取措施呢 就是我解除约定的时候 我不能说解除就解除 我还有一些手续 就这个意思 请注意理解啊 我识别评估 五币导致的中逐犯风险 我应对五币导致的 特别是管理成零价的 东建高合谋的五币 我就要考虑 对审计的影响 对吧 我识别到的错报 对审计的影响当中 一种极端的 就是我不审了 我终止 好 那么接下来 什么原因导致 助约定是要终止的 这个一定是要背的 因为背审计单位 他我们在第一 第一个考点当中 给大家讲了 防止五币 遏制五币是他的责任 他对五币 没有针对五币 采取什么 必要的措施 即使这个五币 对财务报表不重大 不管五币这么重大 他对五币 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 那么当然 在后面 就说明 内部控制有 值得关注的 内部控制缺陷了 就是我们14章 第一节会说的 内部控制肯定有缺陷了 好 第一个 他对五币 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 第二个 我们已经识别到了 存在重大广泛的舞弊风险 重大广泛的舞弊风险 第三 管理层的能力和诚信 存在重大疑虑 这三种情况下 就是导致我住宅关系室 我不审了 我终止这个业务 我不出报告 我解除业务约定 我不要钱 我要命 就这个意思 好 那么大家注意 像这种问题 他也是拿来考 比如说2022年 请看这个题很直接 他说下列情形中 可能导致住宅关系师 对其继续执行 审计业务的能力 你看 住宅关系师 他继续执行 审计业务能力 他觉得受到了威胁 或者说怀疑了 他可能不审了 什么原因呢 三个原因 刚才讲了 哪三个呢 第一个 被审计单位 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 第二个 存在重大广泛的舞弊风险 第三个 我右手神级的左手 他的董坚高 能力和诚信有问题 OK 你觉得这个答案选哪些呢 不是我们懵的 所以我们就看 第一个问题 他的 他有没有 对舞弊 他有没有措施 这里没有说 是吧 他说了 没有针对员工 清证资产的舞弊 采取适当的 住宅关系认为必要的措施 他是把这个舞弊 说成其中的一种 虚假财务报告 和 侵占资产 他说了 侵占资产 选项B 对由于舞弊 导致的重大政府 的考虑 以及 审计测试的结果 存在重大的舞弊风险 重大广泛的 是的 A也是的 对管理层的诚信 产生怀疑 是的 对管理层的诚信 产生重大疑虑 是的 他就是这三个问题 大家看 背水底单位 没有针对舞弊 这个舞弊有两种 虚假财务报告 和侵占资产 所以 222这个体内 就给你转个弯 虚假财务报告 和侵占资产的舞弊 他没有采取措施 如果 虚假财务报告的 在采取了必要的措施 侵占资产的没有 那也是有 也是我们说 无法继续执行 审计能力的 重大疑虑之一 对吧 就这个地方 好 第二呢 就是存在 重大广泛的 舞弊风险 第三呢 管理层和自立层 左手管理层 自立层的能力和诚信 产生重大疑虑 所以要背 你不背 你自己想不出来 你瞎懵 不行 好 那如果说 执行审计 业务的能力 产生重大疑虑 有这种印象的情况 我怎么办 各位同学 这个也是要背的 到目前他没考 但是你要背 我要确定 导致我不能继续执行审计 好 那么我们要确定 我们的职业责任和法律责任 包括是不是需要向 委托人和监管机构报告 这里面一定要加是否 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 我是否需要解除 解不解除约定 我也要考虑 我要征询律师的意见 法律顾问的意见 对 这个两个措施 也是要考的 是否需要 是否需要 如果要解除业务约定 我要跟我右手 我是乙方 他是甲方 被审计单位是甲方 委托我乙方 那我要讨论 解除的决定和理由 然后呢 在职业责任 和法律责任的框架下 我要向 需不需要 是否需要报告 向委托人 或者是监管机构报告 解除的决定和理由 但是我肯定是要与 被审理单位管理层 治理层讨论 解除的决定和理由 那我这个决定和理由 要不要向委托人 或者是监管机构报告呢 我要考虑 是否 这个也一定要 很精准的掌握 你也只能把它 关键词背下来 对 好 各位同学 我识别和评估了 舞弊导致的 财务报表层次的 认定层次的风险 然后我就应对 应对的时候 有四个措施 对吧 然后应对了以后 我评价有某些 事项表明有舞弊 甚至是懂建高的舞弊 让我们无法 执行审计业务 这个 我们本节 它的知识点 是模块化的 好 这是识别和评估 查识的问题 我怎么处理 然后呢 你怎么识别和评估 这是手段 好 接下来 我们从13章第一节 13章第二节开始 就有一个知识点 这个知识点本身 是在18章第三节 叫书面声明 这个书面声明 从13章第一节 就开始出现了 这是一个知识点 我们待会 马上展开 同时呢 如果我 我们发现了舞弊的话 我还要与 治理层沟通舞弊的事项 因为 自理层监督管理层 边报告 现在我在审计 财务报表的过程中 发现了舞弊 我还有沟通 所以 接下来第四个问题 是书面声明 最后一个问题 是沟通 舞弊事项 好 书面声明这个问题 大家注意 它真实的 也是一个跨章节的 它本身在18章 第三节 教材里有一个举例 你可以就翻一下教材 没有 没有教材的 也没关系 18章第三节 老师当然会给大家介绍 好 那么在书面声明书 它就是一种文本 就是一种文本里面 其中要声明什么 舞弊的问题 那书面声明当 书当中 我声明什么呢 获取 针对舞弊的书面声明 这是我们住的会计师 就获取 那么声明的内容是什么 好 这个内容 就写到了书面声明书 除了书面声明 这个舞弊的 它还有 下一级 违反法律法规的 还有呢 会计估计的 还有呢 审计会计估计的 关联方的 还有呢 持续经营的 对吧 这书面声明书里面 不是说只声明舞弊的 不是这个意思 一定要听懂 书面声明是 我们要获取的一种文本 就是说 形成我的底稿 声明书当中 包括声明的事项 有舞弊 舞弊的事项 好 那么对于舞弊的事项 辈子里单位 在书面声明书当中 写什么呢 请看 这是 辈子里单位 在书面声明当中 他要基于舞弊的问题 他要表明的 第一点就是说 他认可 要设计执行 维护必要的内部控制 防止发现 舞弊的责任 防止发现舞弊的责任 是他的责任 是管理层的责任 防止舞弊 是他的责任 遏制舞弊 也是他的责任 好 这是第一点 如果这个内容的话 也是可以考多选题的 就是说辈子里单位 管理层 基于舞弊的事项 他要在书面声明里 声明哪些方面 第一个 内控 认可 他要设计执行 维护 这个内控 来防止 防止和发现舞弊 或者 我们在本节 第一个考点讲了 防止和遏制舞弊 是他的责任 第二 管理层 治理层 请注意 已向我们 管理层 治理层 已向我们 管理层 治理层 已向我们 这三个 第一个是他应该去防止和遏制舞弊 第二个 就我们审计财务报表 他已向我们披露了 披露了 披露了什么 舞弊的评估结果 发现了舞弊的和舞弊的嫌疑 披露了这个 影响财务报表的舞弊的指控和嫌疑 这个肯定要掌握 要背 四个点 第一个 就是他要认可 他要设计执行 维护必要的内控 防止和发现舞弊 第二 他向我们提供 对吧 是的 好 再回头来 这是住宅会计师要去获取的 获取是我们审计 假公司 我要从假公司获取 获取什么呢 获取 请大家注意 两个问题 管理层 对财务报表 可能存在 有以舞弊 当然有可能是错误 这里是强调舞弊导致的 他的评估结果 我要获取 你是怎么评估的 你是对舞弊的事实 嫌疑和指控 你了解的程度 这个也是结论 也要背 他是准则要求做的 这个也要背 书面生命书 基于舞弊的 他要生命这个 一加三 一是他要认可 其设计执行 维护别的内控 是他的责任 防范和发现舞弊 第二个 向我们披露了 OK 那么 这个书面声明的 两个内容 刚才讲了 然后我发现了舞弊 我要沟通舞弊的事项 向谁沟通呢 我们说管理层 当然也要向治理层 还有可能向外部机构 注意 向外部机构 我们就要考虑 我们的职业责任 和法律责任 还考虑保密原则 我们不能说 我在财报审计过程当中 发现管理层 或员工 或治理层 都舞弊 我就直接向外部机构 报告 不是的 好 下面 分三个情况来展开 如果我们识别到了舞弊 大家注意 当已获取的 正确表明 存在或可能存在舞弊 请注意 除非法律法规禁止 否则我们应当及时 提请管理层关注 好 大家看 关注这个 我发现或怀疑舞弊的事项 请注意 这一点非常重要 这个肯定是要考 什么意思呢 如果这个舞弊的事项 不重要 我也要提醒他关注 这一事项 除非法律法规禁止 好 大家注意这种 翻译过来的语言 他的观点是明确的 就是说 如果我们 有证据 以获取的证据表明 存在 还可能存在舞弊的时候 我应当及时 提醒管理层关注 不论舞弊的金额多大 好 这个是清楚的 第二 确定 李寇东的 实当层级的管理 层 什么意思呢 如果是管理层的舞弊 我要考虑到 像这个舞弊的管理层 更高一级 他要高出他的一个级别 我不能说 某一个管理层舞弊 我就跟这个管理层 本人就沟通 不是的 我沟通 至少要比涉嫌舞弊的人员 高出一个级别 这是很人性的 对吧 同时呢 我要确定 于适当层级的管理层 沟通 那么在运用职业判断 并且这一决定 要向 受到什么呢 是串通舞弊的可能性 舞弊的性质 和重要程度的影响 好 大家注意 向管理层提示 关注这个舞弊 无论金额大小 要确定 适当层级的管理层 那么这个 适当层级的意思 就是说 涉嫌舞弊的人员 我要沟通 涉嫌舞弊人员的舞弊 我要向 这个涉嫌舞弊人员 高一级的管理层沟通 好 第二个层面 就是治理层 请注意 如果存在和怀疑 涉及管理层舞弊 请注意 或者是在内控 在这个内部 存在 内部控制中 承担重要职质的员工 好 和其他人员 那么我应当 及时 观点很清楚 及时 向治理层沟通 但是 我不是每一个事项都沟通 请注意 当怀疑涉及管理层 我们除非法律法规禁止 我应当将此 向治理层通报 并与其讨论 为了完成神经工作 所需要的程序 等于说 针对管理层的舞弊 我接下来还有哪些应对措施 第三点是什么呢 请看 如果我们认为还存在 除了刚才说的这两点 我发现了舞弊 我肯定要及时沟通 然后我沟通的时候 我要有对我的程序的影响 讨论 不是沟通就完了 我还要针对舞弊的性质 我还要采取什么样的程序 第三 如果我们认为还存在 与治理层责任相关的 因为治理层是监督管理层的 除非法律法规禁止 我还要与他沟通 沟通哪些事项呢 第一个 这个疑虑的事项 既关键词 第二个 管理层为什么未能恰当应对这个舞弊 第三 是不是控制环境有 基础不劳 地动山摇 是不是管理层的诚意和能力的问题 第四 有没有 这个虚假的财务报告 管理层的行为 第五 超出经营过程的交易的授权 还有呢 完整性 就是说 这个重大的交易 你怎么没有授权 那就表明有缺陷嘛 好 那么在发现舞弊的问题当中 肯定不能直接对外沟通 所以对外沟通的问题 我是要考虑的 是否 确定有责任 因为我们既有保密原则 也有沟通的责任 二者是要权衡的 是吧 我们要遵守什么 遵守这个职业道德的保密原则 是的 向外部机构的沟通 无论是 请注意 你自己这么想 无论是13.1 还是13.2 比如说我13.2 就是财务报表审理中 对违反法律法规的考虑 如果我发现 被识地单位 存在违反法律法规 那我是不是要与外部机构 沟通呢 也是要考虑的 是否有责任 是否 有责任 这两个角度 好 在2021年 我们就考虑到 在财务报表审理中 与舞弊相关的责任 什么责任呢 这个责任就很多了 是不是 这个题就比较的 跨知识点 比如说第一个 已获取的证据表明 存在和可能存在舞弊 我要不要沟通 要不要与管理人沟通呢 无论金额大小 我都要沟通 他说除非认为不重要 否则我就应当及时 这肯定是错的 只要是可能存在 这个舞弊 那么无论它的金额大小 无论它重不重要 我都要与提请 适当层次的管理人关注 好 这个观点 请大家注意是错的 好 如果我识别出 或怀疑存在舞弊 接下来我们要确立 有不有责任 是否有责任 是对的 直接沟通 肯定是错的 好 我们注册管理人有责任 对整体是否不存在 有与舞弊和错误 这个是我们审计的定义 没问题 好 我应当评价识别出的 有与舞弊和错误 导致的错报 对管理人声明的可靠性 那是的 如果我识别到了舞弊 那我就要反映 我从管理人 获取的信息还可靠吗 好 选项A是错误的 请注意 那么为什么错误 刚才老师已经讲了 如果我已经有证据表明 这个被审计单位 财务报表审计当中有舞弊 那么无论金额大小 只要是法律法规不禁止 我都应当 应当及时提醒管理人 关注 即使这个事项不重要 我也要提醒管理人 关注 好的 那么在13章第一节 和13章第二节是 各就各位的一个知识点 彼此人没有关联 所以我们在第13章第一节 在综合题里也会涉及 我们综合题呢 是四个模块 我们每一章都在给大家 把这个综合题拿来切分 那么比如说我们舞弊的 这个事项涉及到的是第四个模块 也就是我查出了舞弊 我要不要沟通 我要不要考虑对审计的影响 好 这是第四个模块 第四个模块来常常会涉及到 请注意 在我们第四个模块 就是我该做的程序做了 我做了程序 查出了问题 是不是 比如说我查出了错包里面有舞弊 要不要与这里成沟通 那这个问题呢 第四个模块 就是资料5 它可能就会在13到19章 大家注意 在资料5 也就是第四个模块的时候 它涉及到的是13到19章 那么我第三个模块呢 是程序 第二个模块是计划 它就要涉及到9到12章比较多 你这么想 甚至涉及到7到12章 计划和程序涉及7到12章 这个第四个模块呢 它涉及到13到19章 就是说每一个模块的问题 它有它的逻辑 对 好 先我们来看资料5 第四个模块 就是处在我们中科题的哪一个位置啊 常常涉及到教材的哪些知识点 我们有一个认识 总比不认识 一头雾水也好吧 那可以 好 那具体的这个问题我们来看 我们在审计过程中 发现家公司财务总监存在受毁 那这就是一种什么行为呢 舞弊 对吧 以不法的手段来牟利嘛 立即呢就向总经理沟通了该事情 哎 我发现员工的舞弊 就要告诉管理层 这没问题 或许董事会已经收到了 这个内部员工的举报 治理层就知晓了 那治理层知晓和你去跟治理层沟通是两麻事 这个治理层 他自己知道的 和我们去跟他沟通是两麻事 因为我在底稿里要显示 我已经跟他沟通了 所以他说 因为他已经知道了 我就没有必要跟他沟通 那你沟通 你是住在管理层 他是治理层 他自己该知道 他知道 我跟他沟通代表我的责任的旅行 所以是两只手 董事会已经知道了这个情况 不能取代 我应该给他沟通这个思想 所以大家也要这么理解 恰当吗 肯定不恰当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应该给他沟通 对吧 我应当与他沟通 对 好 请注意 13章第一节 它是有难度的 整个这一节 老师给大家讲了 11个考点 11个考点的前两个问题 是概念 这三个问题 其实是手段 13章11个考点 它也有内在的逻辑 有了这个手段 去干嘛 识别和评估 然后呢 根据识别评估的应对 这是核心 而评估和应对当中 最难的就是应对 因为13章第一节 教材有修订和重要资料的增加 对吧 增加了什么呢 增加了11个 高发易发舞弊风险 怎么应对 增加了这个会计分路测试 所以本章最难的点 是它第七个考点 好 假定我应对了 我应对了 识别的错报就是舞弊 这个舞弊是什么舞弊呢 是广泛的整体的 总经考的舞弊 那我就要自己管理层的诚信 我可能不具有执行 省议业务的这个能力了 好 终止 当然终止呢 我要考虑怎么来解除 解除业务约定书 我也有一些措施 另外呢 这个问题是特写 就是13章开始才有的 就是我们在书面声明书 这个文本里面 有一块要去声明舞弊的问题 你对舞弊是有防止和遏制的责任的 对吧 另外呢 他也要向我们披露 他对舞弊的评估 以及你要给我披露 你知晓的舞弊的嫌疑指控等事项 好 这里有四个沟通的内容 书面声明的内容 好 最后一个 就是说 如果识别的舞弊 我要与管理层沟通 治理层沟通 考虑是不是向外部机构沟通 非常有逻辑 对吧 他看起来11个考点 摆在这 他是有逻辑的 对 希望大家一定要hold得住这个考点 11个 同时尽可能的理解他们的模块 他们内在的一个关系 你才能够把它若干个点连成线 才能串得起来 好 13章第一节 他制成他的体系 大家单独做一个专题的形式 来备考 来温故 同时我们在轻衣里面 也有题目 单选多选 那么在这个单选多选题 做的时候 是哪一个考点 对吧 好 在2023年的时候 这个地方最难 老师已经讲了 13章第一节 11个考点 最难的就是他 第七个考点 毫无疑问 是吧 也很重要 是的 我们既知道体系 又知道重点 又知道难点 我们有备而复习 是的 13章第一节的内容 老师就给大家讲到这 我们接着来看 13章第二节 大家不要紧张 13章第二节的 他没有11节那么难 因为目的不一样 所以在本节当中 主要是五个问题 第一节有11个问题 对吧 所以我们13章第一节 也是一个准则 就是CSA1142 什么意思啊 就在财务报表审计当中 对法律法规的考虑 其实我们审计财务报表 我们知道 我给大家画一个图 我们审计财务报表 第一个要素 就是三方关心人 然后呢 我们是审计凭证据说话 有的证据呢 出报告 对吧 那我审计财务报表 是干什么 合理保证财务报表 财务报表是2 不存在重大抽暴 是3 如果2符合3 那就叫 不存在重大抽暴 如果2不符合3 存在重大抽暴 那么我们不是去审计 这个财务报表2 真不遵守法律法规的 我们是财务报表2 真不遵守企业会计准则 或者叫适用的财务报告 编制基础的 所以呢 如果你没有遵守2 不遵守这个企业会计准则 而且是故意的 那么就是13章第一节了 如果说你2 遵守这个企业会计准则 之外的 那就是本节的内容 知道吗 本节的内容就是说 违反了会计准则之外的法规 因为我们是要去看财务报表 是不是符合会计准则 你没有违反会计准则 你违反了企业会计准则之外的 这就是法律法规 所以它的重要程度 肯定不及第一节的问题 对吧 好 就本节来讲 法律法规的概念是非常宽泛的 所以呢 我们把法律法规 就是跟我的财务报表审计相关的 和直接相关 和间接相关 我们分成两种类别 然后我们对法律法规的责任 对两种类别的责任是不同的 好 我们要考虑 被识地单位遵守法律法规吗 这个时候我考虑什么 这是第三个问题 你考虑它遵守 其实就是违反 是不是 如果我识别出或怀疑它违反了 我怎么做程序 那么这个结论对我的报告和沟通有什么影响 其实我们就担心被审计单位违反了法律法规 基于它的类别当中的第一类 如果违反 会带来过财务报表的错报 所以我要关注 是这么一个含义 OK 法律法规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 请注意啊 违反法律法规 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 但是我们在这里呢 是有特质的 我们违反法律法规 谁违反呢 请大家注意 可能是被审计单位假公司 可能是董监高 可能是啊 这个其他人员 好 你有意义和无意违反了什么呢 除适用的财务报告编制基础以外的 如果违反了财务报告编制基础呢 那就叫错报 注意啊 违反了财务报告编制基础 就叫错报 或者是说你的财务报表不符合财务报告编制基础 就是错报 那你不符合财务报告编制基础之外的 那就叫违反法律法规行为 所以我们违反的就是两个 第一个就是 适用的财务报告编制基础 你违反了A 适用的财务报告编制基础 你违反了A别 就是说适用的财务报告编制基础之外的 那就叫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 好 那么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是谁呢 大家看好 是谁违反 好 第一 贝使理单位是法人 第二 是治理层和管理层 第三 是为贝使理单位 为贝使理单位工作或受其指导的其他人 那么他不包括什么 请注意 不包括你这个管理层 治理层和其他人 在经营关 与经营管理有无关的 个人不当行为 比如说这个管理层 或者是治理层 或者是其他的人员 他们有什么呢 比如说酒驾 醉酒驾车 你说醉酒驾车 是不是违反法律法规了 违反了 但是是不是我们这里讨论的 我审计财务报表 发现贝使理单位管理层 他在节假日 酒驾 这肯定不是我关注的 所以一定要注意 在选择题的时候要注意 好 不包括被审计单位经营活动无关的 个人不当行为 因为我们每一个自然人 也可能有不当行为 对吧 但是呢 我们违反法律法规不包括这些 好 那我违反法律法规 要跟我财报审计相关的 直接有直接影响的 我们把这一个叫第一类 就是说 通常对我财务报表中的 重大金额和披露 有直接重大影响的 那就是第一类 第二类呢 就是他的金额和披露 对我的报表没有直接重大影响的 那我又为什么要关注呢 哎 这里就谈到了 我遵守这些法律法规呢 会给我带来有利的环境 如果违反会带来不利的影响 所以我们对第二类的也要关注 好 请看 那么我们把这个关注来 用一段话来说 你是这么想 被审理单位如果违反了 除 私用的财务报告编制基础之外的 这个法律法规 就叫违反法律法规行为 可能与我的报表有关 有些违反 还可能会产生非常大的 财务后果 比如说你违反了有关的法律法规 你的生产经营许可给你拿掉了 你就不能经营了 还有来监管机构 对你进行严重的处罚 还有你可能违反了环境保护 要你怎么样啊 巨大的罚款 对吧 这个给你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伤害 所以他就可以可能对我们被审理单位的持续经营有影响的 所以我们说 违反了法律法规 第一个可能给我的报表有直接影响 还有的呢 可能会产生财务后果 如果我不实施必要的审计程序 可能导致我出具了不恰当的审计报告 所以我们要充分关注被审理单位违反法律法规 对我财务报表的重大影响 当然我们不是360度无视角去关注被审理单位遵守法律法规 或是否违反 是关注他给我财务报表带来重大影响的 对 好 那么我们把这个违反法律法规的定义 它的内容也搞清楚了 那么我在财务报表审计当中 我对违反法律法规的责任是什么 请注意 我们不能说没有责任 但是我们又不能管得太宽 因此呢 先做一个提示 这个提示的内容就是要揪出来的 大家一定要明确理解的 比如说 注册官司没有责任防止 被审理单位违反 你不就是审计他的财务报表吗 你合理保证财务报表不存在重大错暴吗 你没有责任就防止他违反法律法规 你也不要指望你去发现 被审理单位所有的违反法律法规 因为这不是你的目的 你的目的是合理保证财务报表不存在重大错暴 如果你关注到违反法律法规 给你的报表产生直接重大影响 这个就跟你有关 好 这个大道理先要立场 一定要明确 观点一定要很清楚 在这个提示的基础之上呢 我们来看 我们对法律法规的审计责任 先要考虑 需要考虑法律法规的框架 对哪些法律法规有责任 对吧 然后有什么责任 刚才讲了 我能不能发现他所有的 不可能 为什么 因为我审计有过有的限制 我连财务报表的重大错暴 我也不可能全部发现 跟火光 被审计单位违反法律法规一呢 对 好 那我对违反法律法规的责任到底是什么呢 所以从三个方面 一一 我们给它打开 先来看 我们在财报审计当中 需要考虑法律法规框架 因为被审计单位 它是有行业的 我要了解被审计单位 是否违反法律法规 我要了解这个框架 因为被审计单位 有不同的行业 有不同的要求 所以 我们有责任 对财务报表整体不存在 由于舞异和错误 导致的重大错暴 获取合理保证 这是我们审计的定义 对吧 那么也需要我考虑 适用于被审计单位的 法律法规框架 比如说被审计单位 是什么企业呢 汽车 行业 什么汽车呢 电动车 电动车的什么 它有很多产品 比如说无人驾驶 无人驾驶的 好 那我知道被审计单位 在这么一个行业当中 在这样的一个领域 它是有法律法规框架的 就是这个意思 对吧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 审计过有限制 好 把这个概念先温固一下 审计过有限制是哪里的呢 第一章第五节的 第一章第一节呢 是审计的目标合理保证 不能绝对保证 原因是什么 就是审计的过有限制 审计的过有限制有三个方面 第一 我审计的是报表 报表本身是有估计的判断的 第二 我审计 我有时间和成本 我的审计程序 我很多的证据是说服性 不是结论性的 而且我取证的权限是有限制的 第三 我在合理的时间 合理的成本来形成 财务报表是否不存在 重大车炮 我有时间成本的压力 对吧 一样的道理 那我审计的过有限制 即使我按照审计准则 也不可避免的存在财务报表中的某些重大车炮 未被发现 这就是说我只能合理保证 不能绝对保证 这句话并不是本章的 而是把第一章第一节的拿过来 知道吧 好 接下来呢 下列原因导致我 注册会计师发现 重大车炮的能力有影响在加大 为什么 我审计的是报表 是不是符合企业快据准则 或者叫是否符合 适用的财务报表的基础 我不是就审计被审计单位 是不是遵守了法律法规 对 所以呢 很多的法律法规并跟我的报表没有关系 是跟经营有关系 我不能被与财务报表的系统所获取 我审计的是报表 有的法律法规跟我的报表没有关系 所以我没办法去获取了解 这个一点大家知道吧 第二 有的被人的单位违反的法律法规 涉及到故意隐瞒 一般的人也发现不了 比如说管理人凌驾 他就是提供虚假的 提供虚假的 一般人都发现不了 我也发现不了 好 第三 某些行为是不是违反法律法规 我们说了不算 最终有谁算呢 法院或其他 比如说在中国 其他的 比如说纪委认为你违规了 法院认为你违反了 是不是 比如说法院和其他适当的监管机构 比如说政经会 以及呢我们说纪委 以及呢 法院就说你违反了法律法规 还有的是违规 没有违法 对吧 好 接下来这个老师在本节写结论的地方 那就是准则的原文 那就是要考试的 注意啊 要背的 我对第一类违反法律法规行为 就是他对我的报表的重大的金额和披露 有直接影响的法律法规 我要获取充分之当的证据 表明他遵守这些法律法规 就是说 就他遵守法律法规 就是第一类的法律法规 我要获取充分之当的证据 对于第二类呢 就什么叫第二类呢 这个法律法规 他给我财务报表的 重金额和披露 没有直接影响 是间接影响的 请注意 我制作特定的程序 特定的程序 去识别 他违反了没有 不去获取充分之当的证据 去回答 他遵守了没有 这个是一定要背的 我写了结论这两个字的 就在提醒你 好 接下来 我们对法律法规怎么考虑 首先我要了解 然后要识别违反的 怎么识别 第三 我还实施其他省计程序 来关注 这个违反法律法规 这里每一句话都要掌握 因为他都是结论 比如说我们对法律法规的了解 我怎么了解 我应当总体了解 下面两个思想 这个肯定要背 他没有任何弹性 你对法律法规的了解 你了解什么 第一 使用于被审计单位的法律法规框架 好 被审计单位我说了是汽车行业 什么汽车 电动车 它有很多产品 其中有无人驾驶 举个例子 当然除了汽车 它还有什么 药品 药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这行业里面 它是有法律法规框架的 好 举例是为了大家理解 这是啥意思 第二 被审计单位如何遵守这个框架 我要了解 总体了解 对法律法规框架的总体了解 就是了解被审计单位 它的 使用于它的法律法规框架 以及它是如何遵守的 了解 了解 大家知道 傻傻的想 了解是为了什么 识别 识别它违反了 还是没违反 对吧 如果违反了 我还要做程序 这三个问题 表面上没有逻辑 实际上是有的 好 如果我识别它违反了 法律法规呢 我应当做下列的程序 有助于我就识别 第一 询问 询问虽然不能仅靠询问得到的证据 但是我询问也有用啊 我询问你是不是遵守了 这个询问是发现线索 或者我已经发现了线索 我看它是不是回答 真实的回答 去印证 第二 检查 监管机构给你有处罚 或者是在有的网站还可以查到 你这个处罚 是不是 这个一定要被 你自己想一想 你不被根本没办法 好 就是我怎么识别 我了解什么 我总体了解什么 两点 我识别什么 怎么识别 对吧 第三 实施其他的整理程序 关注违法行为 什么程序 比如说 我阅读被整理单位的会议纪要 它有些决议 有些处罚 对吧 第二呢 内外部的法律顾问 注意 法律顾问向他询问诉讼 索赔 有违反法律法律 有诉讼 有索赔 这个法律顾问很重要 第三呢 我查你的管理费用 营业外支出 请注意 比如说管理费用 营业外支出 你的处罚 你交的罚单 这是实锤的证据吧 对 请看啊 这个一定要被 我写了结论的 你要知道要被 它没有道理 它就是要你掌握的 没有道理 你要说为什么 为什么 这就是我们 整理准的要求你做的程序 OK 好 我刚才了解了 识别了 我发现了 好 你发现它存在 你怎么做 对吧 如果你怀疑它存在 你怎么做 怀疑它 存在违反 发现它存在违反 请注意啊 我关注到 与识别处的 怀疑存在的违反 我怎么做程序 对 怀疑它存在 我怎么做程序 注意啊 这里有两个字啊 结论啊 我写个结论 括号提醒你 除了掌握 就没有办法了 如果我关注到 或与识别处的 存在违反 法律法规的 我接下来怎么做 我还是要了解 它违反了 什么法律法规 然后我就 进一步获取 信息评价 对财务报表的影响 各位同学 这个 有结论两个字的地方 就是老师给你 提示的 要背的 我怎么识别啊 怎么识别 比如说 我识别 它违反的 处分 罚款 潜在的法律 后果 它披露了没有 还有 比如说 它违反了 正在调查 但是这个结果 还没公布 然后我就要作为什么 财务报表 付诸当中 作为 或有实项 要去披露的 是不是披露了 还有潜在的法律 后果 是否非常严重 严重 以至于 我对财务报表的 公允反应 产生怀疑 或导致财务报表 产生误导 就是我要求它 去披露这些内容 如果说 它真的违反了 请注意 我没违反 我们说了 法院和有关机构 说了算 那么 我怀疑它违反了 我怀疑它违反了 我要给管理层讨论 因为前面已经说了 贝斯理单位 是否违反 我们说了不算 我们只是去识别 然后我们去确认 这些证据 好 这里说 如果怀疑 它违反 我应当做什么 应当给它讨论 注意啊 讨论 因其可能 能够讨论的时候 提供额外的证据 除非法律法规禁止 比如说 我可能 我对于可能 怀疑违反的 这个事项 我可以证实管理层 他的回答 可以证实 他说的是不是相同的 好 简单的讲 一讨论 二咨询 三咨询 这是做选择题啊 你说我 怀疑他违反 接下来我怎么做程序 讨论 跟谁讨论呢 跟管理层 治理层 因为他违反了 他肯定也关心 对吧 给他讨论 是不是违反 然后我得到额外的信息 第二 咨询 咨询 第三 咨询 咨询谁呢 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 内部有法律顾问 我要去咨询 这个内外部的法律顾问 就说 法律顾问 我咨询他 其实也是询问 有没有 这个舞弊的可能性 以及对财务报道理的影响 第三呢 第三 我征求我们宿所的 法律顾问 对吧 那么在保密原则的基础之上 我向所在的宿所的 这个 以及我的网络所 或自行机构 人员来询问 有没有 这个舞弊的可能 导致的法律后果是什么 那么接下来我们 是不是需要解除业后约定 对吧 所以这里归纳 总结 总结归纳 就是与管理层 这里能讨论 然后向 这个被审计单位 内外部法律顾问 咨询 第三呢 向我们宿所的法律顾问咨询 好 这个题呢 在2018年就考到了 比如说 怀疑被审计单位 存在违反 那我怎么做 对吧 向你诚意说 他说不能提供额外信息的 那有三种是可能的 第一种就是讨论吧 第二种呢 就是跟内外部法律顾问咨询吧 第三咨询我们事务所的法律顾问吧 这个提供书面声明 是不能提供证据的 对 实际上这三个问题 是要你去归纳 如果怀疑违反 那么我怎么讨论 咨询咨询 所以选择题就很好做了 因为你把它锁定是一个考点 对吧 书面声明呢 在18章第三节会正式出现 那么书面声明本身啊 并不能为涉及的任何事情提供充分适当的证据 能不能提供证据 能 但是不能提供充分适当的证据 注意啊 这个书面声明的问题 哪里都可以考的啊 虽然它在18章第三节 但是是哪里都可以考的 好 接下来 如果我认为 我评价识别出 怀疑存在的违反法律法规 给我的审计 和其他方面有没有影响 那么有影响 我发现必须你单位都有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 那我对他的评估 和他的书面声明 这个可靠性 我就会产生怀疑 这两个是要自然要背下来的 第二个 我有没有必要解除业务约定呢 如果涉及到管理层不诚信 那么我要征询 法律意见解除业务约定 那么在特定的情况下 注意 管理层治理层没有采取 我们认为必要的补救措施 补救措施 那么我并且不能解除 当然请注意 这个问题 我就要在审计报告的其他事项段说明 好 这个问题一定要注意 这是19章第6节 此时是13章第2节 这个要背 这是单选题 在其他事项当中说明 只能在其他事项段 对 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我识别出 它真的存在违反 那我怎么办 第一 因为治理层监督管理层 我与治理层沟通 第二 请注意 第二 我要考虑对审计报告的影响 对吧 第三 我要不要向外部机构报告 有三个角度 注意啊 13章第2节 违反法律法规了 我要不要向外部机构报告 我们说这个问题 13章第1节 和13章第2节都讲到了 如果我审计财务报表 发现被审计单位 有舞弊的行为 有管理层的舞弊 有董建高 和谋的舞弊 我要不要向外部机构报告 13章第2节 我在财报审计当中 我发现被审计单位 有违反法律法律行为 我又我有报告 需不需要向十当的机构报告 我们都是要考虑 是否有责任的 如果严重违反 我怎么报告 对吧 这是第三个 第二个呢 如果识别出违反 带来财务报表的错报 那么 适同财务报表的错报嘛 那我怎么就考虑对审计 意见类型 第一个呢 就是说 首先我与他 治理层沟通 对吧 因为治理层监督 管理层 治理层对财务报告的过程 是要监督的 我与治理层沟通 请大家看 沟通的要求 除非 治理层全部参与 卑士尼当委的管理 我们知道 在内部控制 内部环境当中 我们说治理层的 参与管理的程度 治理层是监督的 管理层是执行的 如果我们审计的 不是上市公司 是中小企业 那么他的治理层 就是管理层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要不要给他沟通呢 因为 违反的 我已经跟管理层沟通了 还要不要给他沟通 所以这里有一个说法 除非他 全部参与管理 否则你就要沟通 你如果知习 因而知习 注册管理 自己沟通的 涉及到 违反法律法规行为的思想 否则呢 我们应当与他沟通 关注到的 法律法规的行为 但不需要沟通 不重要的 这里有两个词 第一个 除非 应当 一个是除非 除非什么 治理层 全员参与管理 意思说 否则你就应当与他沟通 你关注到的 卑士尼单位的 违反法律法规的事项 但不必要沟通 明显不重要的 所以大家注意 这种观点要清楚 那么沟通的方式 可以是口头 可以是书面 可以是口头 如果是故意和重大的 要尽快 所以大家把关键词一看就知道 可以是口头 可以是书面 如果是书面的呢 应该将文件复本作为低稿 这一点很重要 注意啊 这个判断多选题 这里很重要 如果是口头的呢 应该形成记录 形成低稿 注意 如果是故意和重大的违反法律法规呢 哎 我们应当尽快与治理层沟通 好 这是沟通的方式和沟通的要求 好 如果怀疑是管理层和治理层 大家注意啊 怀疑违反行为 涉及到管理层治理层 上梁不振 下梁歪了 我跟谁沟通啊 对吧 大家可以看到 看到这个狂飙里面 有一个小龙 那个演员 叫林小川 然后呢 他的妈妈就问 最后怎么了 判了 他怎么判了呢 怎么不学好呢 怎么学好 跟谁学好 怎么学好 身边都是那样的人 对吧 就是说 如果怀疑管理层 治理层 违反了 我跟谁沟通啊 我怎么学好啊 那当然要判了 对吧 所以 如果不存在更高的呢 就是说 我就像更高的 如果不存在更高的呢 不存在更高的 我像谁啊 或者我认为很难得 我不会对外做出反应 不确定向谁报告 我怎么办 你怎么办 征询法律意见呗 对不对 好 我怀疑 涉及违反管理 违反法律法规行为 都是管理层和治理层 我怎么沟通 就像 涉及违反法律法规的 管理层的更高一级 是不是 你可能要更高一级 更高层级的 如果我 这个被写的单位 它不存在更高层级 它就是最高的 我怎么办 我不能确定向谁报告 这个时候 我征询法律意见 好 大家注意 关于违反法律法规行为的沟通 比如说 我们在执行财务报表审计时 对法律法规的考虑 好 这里有A 比CD四句话 比如说 A 如果怀疑 违反的 存在违反 除非法律法规禁止 我应当 就此 与适当层级的管理层讨论 对 没问题 第二 针对 通 针对通常 对财务报表的金额和披露 有直接影响的 我的责任是 实施 特定的程序吗 No 我是实施 程序 去确认 他获取充分适当的证据 获取充分适当的证据 看他遵守了没有 所以选项比是错误的 通常对 决定财务报表的金额和披露 有直接影响的 我要获取充分适当的证据 看他遵守了没有 所以这个 这个题还会考的 还会考 你不要看这个考过了 对吧 这是 因为是结论嘛 好 选项是 如果识别或怀疑 被识地单位存在违反 我应当什么 我是否有责任向外部 不管是什么事项 我在审计当中 有个保密原则 我能不能向外部机构 报告呢 我要是否考虑 要争取 法律意见 好 我们没有责任防止 他违反 也不能期望 发现所有的 这个是教材的原文 前面也讲了 这是我们对 违反法律法规行为的 责任的一种 多 好 我们刚才讲了 如果说 我沟通了 现在呢 就存在违反法律法规 对我的报表呢 你看啊 对我的报表有重大影响 而且呢 管理层呢 他又不改 不更正 那我就要对报表 发表什么 保留或否定 这个很简单 就是报表存在 存在什么呢 重大不广泛 重大前广泛 这个问题 大家不用着急 如果不懂 没关系 19章第五节会再次说 如果存在错报 重大不广泛 重大前广泛 就是保留或否定 如果说 你存在的这个 违反法律法规 但是我无法 他阻挠我 无法获取充分实当的证据 注意 那么我们对 审计报告呢 是保留或 无法表示意见 还有其他方面的性质呢 我要考虑 对审计的影响 对吧 好 向谁报告 老师刚才也给大家讲了 我有责任 我要确定 是否有责任 如果严认违反 我要了解 然后即使我报告 我要考虑 报告的时间 对象和方式 yes 我在报告的时候 一定要考虑 征询相关的法律意见 我肯定不能直接报告的 因为这个 要考虑到 我采取的行动的 职业及法律后果 好的 大家看得出来 13章第二集 它的内容是一个小小小的一个逻辑 13章第二集 它就谈一部分 贝尘利单位 违反法律法规行为 是很宽泛的 我关注的是什么 第一类 是不是 对第一类 我的责任 对我违反法律法规行为 带来我朝报表的金额和 披露 有直接影响的 我的责任就是 或许充分适当的证据 去看它遵守了没有 如果违反了 我就要考虑 对我的 报表的影响 还要沟通 是不是 好 我们要不要了解 这个贝尘利单位 它的法律法规框架 对 要不要了解 识别它哪里违反呢 这是第三个点 如果识别 怀疑它存在 违反 我怎么做程序 我怎么去沟通和报告 其实 这一集当中 有一个核心 就是第一类 违反法律法规行为 yes 好 那么我们13章第二集 也在我们综合体力考察 比如说 我们在资料室 这个做程序 比如说你发现了 违反了怎么做 这里涉及到 好 请看这个题 资料室 就是我们的 做程序的问题 第三个模块 比如说 诸责会计师发现 假公司 位于部分快递员 签订劳动 这个合同 潜位缴纳 社保 大家注意 这个不是违反了 会计准则 这是违反了 会计准则之外的 你没有签订劳动合同 你也没有去缴纳 这个 集险基金 这个 这个行为 我们识别了 但是大家来识别 这种行为 给我的报表来讲 有没有 是第一类 还是第二类呢 因为这个 如果你真的不 购买这个 社保 员工会投诉 那你涉及到 法律诉讼 而且这个事情会导致 你社会的影响 你会受到处罚 对吧 所以跟我的报表 是有直接影响的 然后住在快递师呢 就询问管理层 管理层说 管理层的解释是说 由于这个快递员 频繁流动 或者流动频繁 所致 好 我们检查了 这个 被识地单位 假公司 人事部门的员工 入职和离职 认为合理 未实施 这肯定不行 我们识别 可能违反 接下来 我要去做程序 是不是 你不能说 这个是这么回事 我要做程序 因为对第一类 违反法律行为 我要获取 充分适当的证据 去表明 他遵守了没有 直接影响到报表 所以我应当 应当去确认 同时我应当 第一个应当评价 他是不是遵守 或者是不是违反 而且这个行为呢 我要跟治理层沟通 对吧 所以这个题目 知识点 他可以放在选择题考 他可以放在综合题 就这个事项 你首先要知道 他是第一类 违反法律法规 既然是存在 或者是怀疑存在 他违反 接着我要去做程序 是不是 同时我要与治理层沟通 评价就是做程序 或者是沟通 是的 那么13章第二节 财报审计中 对违反法律法规的考虑 或者对法律法规的考虑 抓住一个线条 这个违反法律法规 是一个小概念 对吧 同时呢 我们是关注第一类 违反法律法规行为 要遵守 然后获取充分实当的证据 对第二类 我只做特定的程序 去关注 好 围绕这五个点 没有什么大道理 就是咱们呢 提出问题 回答问题 一个一个问题掌握 好的 13章两节的内容 大家注意 两节的内容呢 我们就是分别来 把它作为一个小专题 比如说13章第一节 第二节 分别作为专题来学习 其实他们彼此之间 也没有什么关系的 对 你写在13章 一个是财报审计中 对舞弊的考虑 一个是对法律法规的考虑 他们自己各就各位 咱们在学习的时候 就把它分别作为 两个特殊项目 去学习就可以了 OK 13章的问题 基础班 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各位